中正玉校传出国一的学生 集体疑似植物中毒的事件 从13号到现在 已经有42名的学生 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 消防表示有17名的学生 是送往这个802医院就诊 其中有7个人是肠胃炎 10个人围上呼吸到感染 目前就疫之后 已经回到学校休息 而卫生局也派员前往校内去接查 发现这个校内厨房 委外的膳食厂商 非常的不卫生 因为厨房里面不仅有死老鼠 还有蟑螂 还发现不少缺失 食材未离地 未覆盖 冷藏区及冷冻区位 有温度记录表 并没防止未落死 现场有老鼠 蟑螂 苍蝇等并没中基 为避免疫情扩散 疫情厂商即日起 至113年10月21日 停止工扇7日 为甚至要求厂商即日起 停日工扇7天 要进行环境的消毒 等到这些缺失改善完毕 复查合格之后 才能复工 如果借其未改善 还得一时安法财 财罚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的罚还 目前也将这些食物 简体还有环境简体 以及这个厨房的工作人员 16人的简体 送去检验 要来了解这些学生 为何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 由于市民联系小伙子 以下